三十岁那年 认识了一个女串人 我答应替她杀十个人 算你十两无钱 男人收下钱财后 很快便根据女串人的指示 找到了他要击杀的第一个目标 隋朝名将张须驼 谁料男人没有直接对其动手 而是给了对方两个选择 张将军 我给你两条出路 要么被我杀死 要么回去救你的兄弟 第二条也是死 但你能死得其所 你 到底是什么人 我说了 算话 原来这个男人便是传说中 能称古算命的袁天刚 因其命带杀心 自小便将周围亲人全部克死 村民们将其视为怪物 只有叔叔好心收留他 但最后也遭人迫害而死 为了抵抗命运的不公 袁天刚决定成为一个杀手 专门杀那些命不该觉得恶人 如今他算出张须驼不久后会战死沙场 便想暂时留其一命 让对方死得其所 果然没过多久张须驼便如袁天刚所言 真的死在沙场之上 随后消息传入皇宫 不曾想随阳帝杨广听后 却是依旧面不改色 继续为妃子描眉 还由着巫师的性子借此事补卦 阳广听到这话才停下手中的笔 转身向大臣露出笑容 宣布张须驼死得其所 为天谷首领空缺 赵太元留守李渊返回长安 讨伐叛贼 而自己则迁都丹阳 躲避战乱 此外 杨广还是个迷信之人 他听闻民间有一把龙渊剑 凡是能得到这把宝剑的人 就会成为天下霸主 因此他又派宇文家的人 去寻找这把宝剑 另一边 袁天刚解决完张须驼 回到漠北找到女串人 得知对方明天就要将酒馆歇业 他决定帮女串人最后一个忙 之所以算命 是想在死之前为父亲报仇 袁天刚自亲人去世后 只与女串人有些许交情 线下对方即将命丧黄泉 他认为是自己的煞气轻扰了对方 因此十分愧疚 彻夜难眠 第二天 女串人一早便骑马离开 连夜前往留守府 刺杀仇人李渊 庭院内 面对一众示威 她抽出长剑 使空气瞬间产生阴波 想要上前厮杀的士兵 由于被阴波轻扰而痛苦万分 纷纷跪地抱头不起 女串人见对面人多 认为寡不敌众 于是飞上屋顶准备逃走 就在此时 屋顶上出现一位白衣高手 初剑拦住她的去路 女串人认出这就是龙渊剑 谎神之间被击飞在地 当场被生擒 这位神机妙算的道人 是李渊的得力干将李淳峰 他虽自小与袁天刚相识 但与对方不同的是 李淳峰相信命由天定 陷下时局动荡 因此他每日都为李渊补挂 预测凶急 规避祸乱 今晚李渊能够生擒女串人 也是因为有李淳峰的挂象指引 你是什么人 阿什纳幻音 蓝突厥人 李渊听闻对方是蓝突厥人 便猜出了对方要刺杀自己的原因 你是来为亲人复仇的 本帅这些年征战难比 道上占了很多的血 兵者生死无常 都不是各为其主 说完李渊便让侍卫将女串人带下去 三人刚转身 侍卫便被暗器所伤 随后暗器飞向李渊 将其击倒 女串人一转头 看见袁天刚走了出来 重获自由的女串人 抽出长剑 刺向李渊 就在这时 袁天刚听见屋外有动静 立马拉着女串人逃走 他认为既然可以帮对方手刃仇家 那么也一定能够改写他的秘密 此时李淳峰正在看管 剑挂象有变 便立马冲出房门 随后撞见了袁天刚与女串人 袁天刚为保护女串人 与李淳峰开始交手 一记天刚诀 将对方击退数米远 李淳峰剑撞 拔剑出鞘 闪动身形牵制袁天刚 但对方对战经验丰富 一眼看出他的破绽 不仅俐落地抽身对战 还使用一星幻影 闪到李渊儿子李失明面前 李淳峰则紧跟其后 三人相互牵制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女串人走后 李淳峰向众人表示 自己与袁天刚家事事交 大家都是自己人 无必担心 袁天刚搞清状况后 也松了一口气 他告诉李失明 李渊命不该绝 只要将其带到心中 改变他的命额 就可以救活 随后李淳峰将袁天刚 带到自己屋内 给他看了几幅画 剑 李子 刘星 这些话 让袁天刚想起了15岁那年 他生病时做的一些奇怪梦境 你昏厥那段日子 常常这些 咬破手指画出你所梦 我说的 以及你梦到的 就是这把剑 李淳峰遵循袁天刚叔叔的嘱托 十余年一直在寻找袁天刚 希望龙渊剑物归原主 并帮助李渊成为帝王 如今主人已经寻到 李淳峰认为万事大吉 只欠东风 但谁知袁天刚只关心 女串人的安危 并不想插手朝堂之事 你叔叔用性命保住你和龙渊剑 是希望你能守护这把剑的主人 而非使得其反 我只想救那女人 明知那女人扬寿近往 有些事 就不该天天有命 袁天刚为报答李淳峰的托付之恩 与他和李世民 带着李渊来到兴中 另一边 死里逃生的女串人找到巫师 以龙渊剑为交易 希望对方帮助自己除掉李渊 巫师听后 立马做法算出李渊所在之处 带着女串人杀了过去 乌师本就有夺剑称帝的野心 于是施展巫术 操纵士兵击杀袁天刚三人 袁天刚听见对方的名字 立马回想起 自己满门皆为地煞门所灭 如今仇人就在眼前 他立马使出天刚决 想要一击至敌为亲人们报仇 但宇文志吉擅长巫术 他从容地操纵权杖 对袁天刚施法 使他陷入幻境 进而重骨无法进攻 一旁的女串人剑中 一剑砍向权杖破了巫术 但宇文志吉反应迅速 一掌击入女串人体内 将其掏心致死 曲间 宇文志吉走后 李渊苏醒 袁天刚伤心至极 带着女串人的尸骨离开心中 另一边 宇文志吉带着龙渊剑回营 认为自己有权有势有兵 右手握龙渊剑 现在起义 必定能够成功 他姓杨子可以取代大洲称帝 我宇文家 为什么不能把江山夺回来 宇文父亲听后却极力反对 他认为宇文家线下所拥有的 全是仰仗杨广 若他死了 宇文家就什么也没有了 人早晚都会死 何不当一位皇帝 你先当 你死了我再当 你再多说一句 我今天杀了你 但此时 宇文志吉早已经被全是蒙了心智 根本听不进去其他话 他认为 既然父亲不肯与自己一同起义 那便杀了父亲 自己揭竿而起 做这个皇帝 宇文志吉是父后 便进宫面圣 撞到杨广为巩固势力 杀害自己的父亲 杨广听后 立马明白宇文志吉的司马昭之心 献下对方逼宫自己难逃一死 但天子有天子的死法 臣子不能对天子中刀 于是宇文志吉为杨广准备了一壶毒酒 杨广为宝体面 喝下了毒酒 随杨帝驾崩 天下彻底大乱 秘密就像一道道谜题 终究会有答案 此出生 答案就已注定 却要立即磨难 才能领悟他的真理 记者 千万别被答案千拜 袁天刚梦到叔叔与自己的对话 顿时幡然醒悟 决定承担其辅助君王的使命 他与李渊相见 告诉对方天命在身 应当拯救这乱世 李渊不想天下落入乱臣贼子手中 便决定举起讨伐的大旗 各路英豪一呼百应 就这样 李家军一路攻到长安城下 爹 长安守军拒绝了我们的条件 他们说 宇文城下 以立皇之杨浩为帝 谁是仍在 何谈匡父 他们这是在邪天子 以令诸侯 李氏父子清楚 如果此时贸然动兵 必定会被扣上乱臣贼子罪名 于是李氏鸣向李淳风求助 想通过卦象 判断其凶 卦象所示 此证必顺 只差一个转机 李渊听后 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再次集结一局 向长安城发起进攻 但此时长安城内的宇文至极 并不慌张 不仅与大臣和妃子们夜夜声歌 还放起了烟花 他清楚 皇宫内物资丰富 就算耗上一年半载也不成问题 但城外的李氏军队 物资有限 一旦梁草耗尽那边不攻自破 但李淳风的卦象说过 事情会有转机 而这个转机就是袁天刚 他孤身一人夜闯皇宫 以一敌白斩杀拦路士兵 袁天刚右手一甩 刀子插入大臣脑中 周围人见状纷纷仓皇而逃 但随后一群黑衣人跑了进来 决定誓死保护宇文丞相 宇文至极见状 取来巫术权杖 操纵屋内的将士自杀后 吸取他们惊气 随后施展地煞邪术 使武士攻击袁天刚 袁天刚为避免被巫术捕惑 自戳双目变为金头 施展天刚诀 将眼前的喽啰逐一击飞 宇文至极剑转 想要拔出龙渊剑斩杀对方 但还没碰到剑柄 就被袁天刚击飞在地 生死攸关之际 宇文至极再次施展地煞邪术 可这次袁天刚心智坚定 不仅躲过攻击 还一拳击中了宇文至极 宇文至极倒台 城内守卫立马挥气投降 正当李世民疑惑的时候 袁天刚从城内走了出来 倒在地上再次入梦 并见到女串人 解开煞心客人的心结 再次醒来时 李渊已然拿下长安城 成为唐朝开国皇帝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